在Chair Room有留言问 你比2022收息股的话 选623还是3110号 3110我知道你也是会推介的 另一个是谁?623 623 想问你是623还是3110号 我说是有少少不同 始终是单头股票 两只我都喜欢的 一只就是香港电讯 另一只就是3110就是ETF 香港电讯我就不去详细说 是很稳健的电讯业务 派息也是高的 因为看到它号码后面有的S字 所以派息基本上都是派给你的 所以派息是吸引的 3110要讲一点的 它基本上就是恒生的高股息指数 Global X的 之前来计我有点点关注 因为它选高股息 其实就包括一些内房的 所以早一两个月 我觉得内房有些波动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波动性 这一只ETF会大一点 但现在我想都陆陆续续消化了 我不是单头买一只内房 是组合里面 即50只里面 有几只内房 分散了风险的话 应该都帮助到你的 我可能会在这一刻倾向买3010 我想散一点 我有个不是很科学化的信念 或者想法 因为有很多奇怪的想法 那简单很简单 有很多人都会比较一只股份和ETF 如果有些进取东西的话 坦白说 你拼中一只升的股份 一定会升得多一点的 ETF真的追不到的 因为总不能够 如果有一只股份升五成 那你不会整只ETF 那50只成份股里面 全部升五成的 所以真的会跑赢的 但如果我用收息角度来说 我都不是求它升很多 是稳稳定定 每只收五厘 那其实一只五厘 30只都是五厘的 其实就做到分散风险 但不会影响到你收息 所以一些比较低风险的东西 其实有些调转 理论上高风险才要分散风险 但在高风险的股份里面 其实有机会削弱到你的投资潜力 但反而你买一只50只成份股ETF 应该也不用太担心 而且在价位上 都算是比较低的位置 这个应该都是持得舒服的 唯一提醒大家 2019年是试过没有派息的 但我们也和这个Provider Global X 谈过 应该就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大家每半年 理论上是可以收到息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我觉得是其中 你又问到 也都是我们有说的其中一只收息的股份 623又或者ETF都可以考虑的 3143更简单了 我刚才也拿到留言 有些朋友就对五毛仔 是看得很淡的 会去到20多元 我这个时间关系我不会详细说了 但我觉得如果你确信 银行股是可以受惠在一个加息的环境 和在一个波动释放之下 资金会谈到一些保守和高息的行业的话 那银行股应该是其中一个可以留意的地方 可以留意得来 你又不想单头买汇丰 那很简单了 你就买香港上市的银行股 那这只3143就是华夏的香港银行指数 那里面会有耐银的 会有一些汇控的等等 但我提起来 这只ETF的分散性就比其他的ETF是少一点的 就是买过十几百只 十几十只 而它的汇控都占十几十个% 所以就比起我们说 一只200买64只股份 它是会比较集中一点 但是又不至于单头 我选招行好、健行好 还是汇丰好 它就一望帮你打尽 所以不要用推荐这个字 因为我也是那句 其实你可以不买东西 不过在镜头背后的你 其实有不同的人 有些真的 我真的很想买东西 我等了那么久 听到你肥胎那么久 一直都是落了三分一注 或者落了40%货 那我就有六成的现金 就算每一千点 我落十个百分之 我都买到18.000 那我怕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留意 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 收息的股份 或者是ETF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